哈囉 我小某人又來了 最近發現小老弟居然一夜暴風 不過在我的追問下得知 他的裝置都是在古墓拿的 找保障我小某人怎麼可能錯過呢 出發出發 這裡就是小老弟說的金字塔了 阿爺 怎麼這麼多蜘蛛啊 打擾了打擾了 小小的密集恐懼症都要放了 欸 蜘蛛跑過這些斑鑽後 直接變成一團煙霧 你過來咬我呀 炎漿 波音師要我游過去吧 不對不對 上邊有平台 直接跳過去 欸呀呀 好燙好燙好燙 趕緊吃個賣包 咬咬巾 前面還有蓋鴨板 有蹊蹺 確認過眼神 沒有怪物 那我就可以直接衝過去啦 可惡 蓋鴨板原來是觸發這裡的洛斯陷阱 波音師小的第四隻的吧 這裡洛斯比較小 從這裡衝過去 唉 過來了過來了 頭頂這裡缺了一塊 開關 原來是能打開按刀的 這下我就不用到這麼遠的路啦 喂喂喂 野人兄弟 你的牙齒嚕出來了 拿出提前準備的衝鋒槍 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的天啊 你打得也太疼了吧 進而有這個小銅道給我上子彈的時間 可惡算搞定了 還送我裝子布甲和褲子 這不很裝 這不很裝 仙人掌 金翅塔怎麼會有仙人掌 肯定是小弟故意看我的 要是我找不到鑽石回去 有它好看的 又是浪石 不慌不慌 直接跳過去 怎麼說 這裡怎麼有這麼多門呀 剛剛一共出現了多少隻蜘蛛 密密麻麻的蜘蛛 我怎麼可能輸得清嘛 只能夢一個了 忙猜第二個 咦 居然被我猜對了 阿沛 我可是靠死力通關的 頭頂箱子有子彈和武器 拿走拿走 你是誰 這直擊靈魂的問題 讓我有點難以回答 嗯 那我就隨便選一個 男左女優走優 嘿嘿 再一次答對 想力審判之心 不錯不錯 正好前面有三隻硫磺攻守 欸 居然能射出能量箭 不過看起來傷害不怎麼高的樣子 我還是老老實實的跳過去好了 到了這裡用火把給流水解停 總算過來了 沒路了 我信你個鬼 欸 幸好有個水池 不然這麼高掉下去肯定涼涼 別打了 別打了 再打人就傻了 欸 對了 剛才解了個奇怪的武器 要不拿出來試試 有見犀利 這樣子都變成小星星了 早知道這奇怪的武器這麼厲害 看我就不用打得這麼辛苦了 這又是什麼東西 法老王之心 要打敗武之守護者才能獲得 先來召喚第一個 第一星人 阿好疼好疼好疼 拿著鐵劍 我砍我砍我砍 你的頭是真的鐵啊 搞定 還掉落了一把能量箭 第二個長毛怪 看你的肥毛厲害 他還是我的能量箭厲害 輕鬆搞定 團子 也以為你長得可愛 我就不打你了 解決了 變成了一堆經驗 第四個殭屍boss 你才到固然厲害 不過有我手裡的能量箭厲害嗎 最好一個 嗯 野萌寶 你怎麼變大了呀 欸不對 是我怎麼變小了 我打我打我打 還收穫了一把狙擊槍 把法老之心都放進去 幾經波折可算是來到法老王這裡了 哇 好多蜘蛛 先拉開距離 用武器蓄力一擊 一下子就解決掉一大半了 剩下就是和法老單挑的時間了 快快把你的把握交出來 經過我一番努力可算搞定了 欸 說好我的專屍呢 提示鑰匙要放在這裡 哇塞 隨意到盡頭鑲起了專屍雨 還有精快 發財了發財了